任特华中刀受傷後返港就醫 經理人霍文熙向傳媒交代 華哥最新狀況 鄭秀文演唱會繼續精彩不斷 第八場請來MIRROR做嘉賓 以勁歌熱舞推高氣氛 熱播處境喜劇娛樂風雲 舉行記者會 李麗珍、廖碧儀、袁富華等演員 齊齊亮相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PLUS 我是Cole 文貴奇 任特华日前被刺傷 大家都非常關心她的情況 尤其是太太琪琪和她的女兒 當知道華哥的身體狀況並無大礙後 琪琪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一張一家人 押著華哥手的照片 還說要一起加油 而華哥亦有更新社交平台 看到她拍攝啤啤紅和鮮花 向大家報平安 藝人任特华 在7月20日上午在中山出席活動時 遭狂逃用利刀刺傷腹部和右手指 受傷的華哥滿手鮮血依然保持鎮定 隨後就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治療 大批傳媒也趕自向助手了解狀況 華哥傷勢幸好未傷及內臟 接受手術後並無大礙 但手指受傷不輕 還需要跟進治療 其後華哥就由專車送辦香港就醫 華哥完成手術後 即日已經乘搭七人車離開醫院 不過七人車的車牌被遮擋住 而且裡面落了布簾 完全看不到華哥的狀況 當晚在港島區私家醫院門內 已經有大批記者守候 華哥太太琪琪同女女 和經理人霍文熙先後到場打點 而Manny亦有透露初時收到消息的狀況 我剛起飛 我剛起飛 我今天從北京回來 然後起飛時我聽不到電話 所以我傳了迷信過來之後 我起飛車後才知道 所以我乘搭在飛機上 真的走出來 接送華哥的專車在晚上十點多來到 看到華哥戴著口罩和手術帽 合上眼睛 在清醒狀況之下被醫護人員推入院 老闆楊壽成夫婦在稍後亦說到 探望華哥之後再次由Manny 向記者交代情況 表示醫藥費全數由公司負責 以及已經加強醫院保安 還說為保旗下其他藝人 出席活動時的安全 亦會有特別的安排 我們都會有保安 全天全晚會留在這裡 因為醫院都覺得 你最好有些安全一點 我們在想可能 儘量不要在公眾地方 有觀眾上台互動的環節 或者一些大合照 暫時不會 7月21日早上 華哥哥哥哥任達榮來到醫院探望 表示華哥完成跟進手術之後 就可以由ICU轉到普通病房 而楊壽成夫婦這一天 亦有再次來探望 到了晚上 終於看到戴著口罩 略戴眷用的琪琪離開醫院 她亦很有善感回應傳媒提問 她覺得我一天都沒有睡 她做到現在回去 因為她要睡覺也很累 分眾上的傳媒都很順利 華哥說 要不要做我司機買東西給你們 做你們不用等她 然後她說多謝你們的關心 你看到她的進展這麼好 你自己是否都放下心 她經常都報喜不報憂 她經常都希望我沒有擔心 經常都對著我 對呀 因為我知道 其實是希望她快點討好 在7月22日早上 Manny在醫院外 向傳媒更新華哥的健康狀況 以及未來的工作安排 重新華哥的健康狀況 她是否也會有健康狀況 她就在討論一下 她可以去普通病房 所以她就托我們跟大家說 請你們大家不要擔心 她很消失 她很消失 我想會兩、三天後 就會出院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覺得暫時健康為主 暫時工作是第二,最重要是健康 有廣告和電影 小Q的宣傳就應該做不到 所以辛苦Gigi了 她剛才說… 因為今天那間公司 會派她的總經理來幫我們 你好,Kin,Kin 她說別追究了,不用追究了 對,這件事不關她們的事 算吧… 鄭新文年日舉行演唱會 每晚都請來不同的表演嘉賓 在第七場 Semi找來中學師妹盧口音 合唱《喜歡戀愛》 又透露早年單身時期 就是經常聽這首歌 對方作特別,寂寞知識 探索惡惡,無需心愛 自己都不見,一於痛苦 難得到你的將來 誰會覺得意外 這首歌也陪伴了我 在人生中某一個時期 都時時陪伴著我 因為在我有一段時期 即是空窗期舞拍拖的時候 剛才你這首歌就抱歉 我經常聽這首歌 很多時候歌曲有這種魔力 和歌曲有這種很尿尿的作用 而在第八場 Semi邀請人氣男團MIRROR演出 全場歌迷驚氣尖叫 因為我覺得有感於這幾天請的女嘉賓 音氣男團MIRROR 所以就找了MIRROR做我的嘉賓 接著MIRROR更加在歌在舞 大唱Semi金曲 全場氣氛派爆 而Semi在第九場就請來李文做嘉賓 合唱經典歌之外 Coco更加化身小粉絲 自爆以前參加比賽的時候 就已經很崇拜Semi 我這個機會也算了二十秒 張威總是一切 你喜歡我沒有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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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喜歡我 我喜歡你一切 我喜歡你一切 我等了25年,知道嗎 對,等了25年 我等了25年 為甚麼呢 當時我是新手歌唱比賽的 當時真的是新人 我記得當時我們一起做宣傳 我在台下看著Sammy姐姐 因為是一個尊敬 我記得當時你… 你總是一超級英雄 總是,對吧 誰叫他 女生 謝恩К title 將會於十月舉行久違的 紅館演唱會 雖然還不公開買票 但在網上已出現炒票潮 去阻止皇牛黨 和擔心有假票的出現 Kay就透露計劃不設售票署乗票 改由網上和電話訂票 而且要在開展前 兩個星期才可以拿票 每張票上也會有一個記iod 多重保護 都是希望可以更多支持者受委 ViuTV處境喜劇娛樂風雲最近熱播 這天一眾演員一起現身寄招 包括有李麗珍、廖碧儀 袁富華、陳國邦 魯麥雪、劉錫賢 南團ERROR 還有MIRROR的四位成員等等 珍妹這次跟多位年輕演員合作 她說最初是有難度的 最初不溝通就這樣說 有時真的不太明白 溝通了再做就會順暢一點 是 而且她們的新鮮感 因為她們本身有自己的形象 大家都知道,這裡每個人都是獨特 但在戲中,她們有不同的角色 陳國邦在劇中 就是飾演電影總監 不知道有否叫女女 陳真看看她的演出 我會讓女兒做她自己喜歡的事 你剛才說的問題,我叫過 我和Mimi都叫過 爸爸做吧,你們看吧 她就這樣 但我可以的 她的女兒很有性格 有樣有開心的 還有很多很死硬的朋友 看某個電視 可能因為我們的關係 她轉回去,在8時看一看 真的 而在劇中,劉錫賢和盧密雪 就會發展一段不可思議的愛情 真的很值得大家期待 這段感情線 我們用最老套的方法是發生的 英雄救美 但我的童年陰影 令我對男人沒有太多信任 也不太能信任 男人不要靠自己 但終於有一次有機會 會說,輝輝,英雄救美 你告訴我 我人生第一個男性的英雄出現了 我怎會不愛上她 Mirror的Stanley Tiger Edan Jeremy都有份參演 Edan更自霸會和Tiger有另一種關係 我和Tiger多了很多聯繫 對,是否會有一段超友誼 對,我們會有超兄弟的友誼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經常忍不住在這裡笑 經常都是因為這樣而NG 而女主角Yoyo,胡希文 就說跟Stanley有感情 還被陳安立爆料 鏡頭前、鏡頭後 也是 這樣… Stanley 你和Stanley那麼親密,你害怕嗎 我害怕嗎?我很開心 這裡有很多Stanley的支持者 Stanley的支持者是非常喜歡我的 阿Dee,我們是戲女、戲外 都感情很好 但Stanley是戲外感不到的 怎麼說,不能用真感情 用戲來搭救 你試過用,但用不到 不是,不想害怕,是會害怕的 肥仔和石賢哥首次合作 就拆出不少火花 更加覺得相逢恨晚 是嗎 如果早點認識,他會拍幾部… 拍幾部劇,我覺得也應該大賣 應該大賣 以一個組合的形式出現 也可以 對,我覺得也是拍父子戲 大賣 大熱超級英雄片商的前公布 梁朝偉將會加盟新的電影系列 飾演反派的角色 不少支持者聽到這個消息 都非常興奮 不過有內地網民強烈反對 認為角色有辱華的成分 不過飾演反派 就是偉仔多年的心願 而且太太劉家玲也非常支持 說不定到時的演出會有驚喜 美魔女羅琳最近推出新書 分享美容和凍鱗的心得 下一節他會教大家如何保持青春 還會示範簡單的美容按摩法 很多人都說過了18至22歲後 馬上會老了很多 樣貌和身體機能都會直線下滑 究竟是否真的很難保持青春 雖然我作為男生 同樣也要保持 這就對了 今集這位美魔女嘉賓 絕對可以幫到我和你們 如果你說要出版的美容書 找誰好 當然就在我身邊的Candy羅琳 你好,你好 這本書我籌備了差不多接近四、五個月 而且我沒想過出一本 分享正面心態美容書要這麼多時間 而且我一手一腳做資料搜集 還要加上香港四個地方拍攝 為何會有這個想法 是否特別… 譬如你想要一些女性媽媽的讀者 去鼓勵她們的意味 我覺得我這本書是男人也能看的 不是只要是媽媽的 因為這幾年,我自拍完寫真集後 很多人叫我分享美容書 但我覺得寫書… 我自己也知道需要很多時間 而且我覺得涉及文字 我有一個使命感和責任感 因為每個字都不能寫錯 寫真集很簡單 拍照照片就能交代 但寫書時我真的覺得很有壓力 於是我一直推出 有這間出版社叫我 我就想想,如果再不出版 可能我沒辦法再保持自己身形 於是我就覺得 我也有兩個時間可以去做 誰知道原來不止兩個月 花了四、五個月 而且我最開心 除了有很多贊助朋友之外 還有很多藝人朋友 幫我寫心靈雞湯 是 有差不多接近20個 所以我每一頁的靚相 都會有藝人心靈雞湯 有這麼多藝人朋友幫你寫 是 誰令你最深刻 可以說一句嗎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好 包括我三個兒子也有寫 對,我媽媽也有寫 另外這本書的特別之處 除了去拍攝美景之外 就是我最多榮儀 上次寫真是兩套,這次是七套 這個感覺是要健康的 而且我這本書 很多地方都會減壓 因為我覺得都市人的生活壓力太大 而且這幾年香港也有負面情緒 我希望大家透過這本書 找到自己減壓的方法 因為每個人在工作壓力很大之下 都需要有一個輸出點 那這就是你自己的絕招嗎 其實有,裡面還有10個招式 我親自做的招式 教你們如何收拾拜拜肉 好 肚腩、鬼祟肉、大腿內側 我還有七色的空中瑜伽 也是教大家收拾 大家好,我是羅琳 歡迎來到美魔女教室 今天我會教大家 幾個拍照漂亮的方法 譬如我們拍照 通常要很自然地 正面看著相機 其實如果照片的臉不太胖 不太脹 最好就是塗一點三七面 然後你的眼睛掃過來 你的角度就會比較漂亮和瘦一點 另外,也要留意 我可以打側身一點讓你知道 你拍照的時候 很多人不小心就會這樣 這樣蹲下頭就很重要 你只要把自己的頭向向前一點 這樣挺直一點 這樣就會失去 生下巴把你的輪廓出來了 拍照就會漂亮多了 還有一件事 側身的時候,大家看到的 我現在先示範一下 是否有很多頸紋 其實不論你年紀、年輕或老 也會有這些紋 因為是正常的肌肉紋 只要拍照的時候 你把肩膀的肩膀跌低一點 是一個物理 你就不會有這些頸紋,對吧 以後拍照就記住這幾個姿勢 除了文字表達到你的心得之外 剛才提到的照片 也看見你很有心思 拍了一千多張 看到有些也很辛苦 譬如說有些水底相 我看你也很辛苦 新紙士,每一年我會為自己一個挑戰 水底相也是 其實最初我想拍海底 因為我很幸運 這個攝影師拍水底相,很漂亮 然後他說拍水底相 原來要有教練牌 即是潛水牌 即是要有潛水牌 潛水牌才可以 我又不知道游泳,不用考慮 唯有退而求其次 就是拍泳池 但泳池其實也是很大的工程 加上我自己也有恐懼症 因為你要在水底睜開眼睛 你要在水底很優美 還要聚著舊然在我身上 還要做一些動作 真的難度很高 例如在水底的水不受控制 不停留 但你要很平衡 好像很舒服 對 然後突然的裙子會蓋著臉 或頭髮會蓋著臉 你又要很優美地撥開 其實在過年兩個小時 拍攝了幾百張 實際用到只有幾張 我現在也要跟大家分享 三個動靈的比拒 首先就是心態 我覺得心態正面,你一個人開心 自然的樣子會讓人覺得容功滿佛 還有自信 另外就是身形 我覺得最重要是很簡單 少吃多餐,別不吃東西 每一餐吃七成飽 而且早餐多吃金字塔 即是早餐吃最多 中午吃少一點,晚餐也吃少一點 因為你睡覺時 就會停止消化 如果你再吃很多東西 就會有肚腩,因為積墜脂肪 另一個秘訣就是長期喝暖水 為甚麼?因為凍夜會積墜脂肪 暖水會令脂肪分解 是排泄出來的 一定要說的,就是罪 特別找了Semi 和嘉賢媽媽去寫 聽到她倆寫的 還有米雪姐和明明姐 為甚麼呢 例如Semi一直以來 都讓大家不斷做運動 保持健康,很有正能量 保持得很好 我全都找到保持得很好 而且很有正面 大家有正能量的人 另外…嘉賢姐更加不用說 她是一個單親媽媽 由當時她開始怎樣努力 大家都看到 所以她給予很好的啟發 以及啟示我們 所以我也是我的學習對象 是,好 接下來就會看到你的作品 是 我知道是這樣的 除了文字以外 會否每天的動作 都可以趁你的機會 調教鏡頭 其實你也會肯定 不過很簡單 我覺得最重要是 女士很容易有水中的問題 或者有很多人怕臉上 其實有些… 這裡就是頸,這裡是我們的淋巴位置 好… 只要每天按大概20至30秒 隨時都可以按 你不用規定 有空可以按一下 就很容易… 頸部不太粗 臉部可以退水腫 而且淋巴塞了 其實對很多身體也不太好 好… 另外,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現在開始對電腦 手機對得多,眼睛會很累,很囂張 有些眼部的粗可以跟大家介紹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樣 按著眉骨的位置 按著頭 這樣按著大概10至20下 因人而定,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第二個動作就是按這裡 也是這樣轉 這個位置? 對,蘋果肌這個位置這樣轉 然後就是在這裡 這樣按著手指風 太陽穴的位置 太陽穴,沒錯 好 因為我現在化妝 不能實際做下去,這樣撥 消除疲勞 對,消除眼部疲勞 最後一招,大家都是這樣 知道一定是按著 這就是四招,消除眼部疲勞 想令皮膚好,長期用凍水洗臉 當然冬天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冷 少許暖水也可以 為甚麼 因為凍水會令毛孔收縮 而熱水會令毛孔擴張 擴張後就會容易有暗瘡 有粉刺 另外就是怎樣令皮膚更好 就是早上起床時 擦完牙胸、兇膚、暖水 加一片檸檬 就有排隊的作用 就會令皮膚很好 說了這麼多書,這麼浪容這麼精彩 有時候也要關心Kennie自己的個人生活 謝謝 關心那些人 為何你的感情世界 會否像本書一樣這麼精彩 不是 對,因為我要忙事業 要照顧三個兒子 所以我會把自己的感情放到最頭 其實現在小朋友慢慢長大 會否覺得是時候要為自己找個盤 其實我也曾經這樣想過 但因為我覺得當你兼顧感情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的壓力太大了 如果兼顧感情… 因為我是比較專一、很投入的人 會 再加上這方面的情緒不開心 加上工作壓力,我怕會崩潰 所以想想也不好,專心工作 是嗎?三個小朋友相對很開放 如果媽媽媽有就好了 沒有所謂,我們陪伴你們 要讓他們… 要讓他們通過,要讓他們見過 對的,孝順制才要這樣說 有時候想,如果感情緣分 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放棄這個機會 將來未必會有,會錯過之後 我覺得已經打定敘話的打算 沒有就沒有 跟我的女朋友… 沒有也不怕,因為有三個寶貝 千萬不要依靠小朋友 好吧 因為我覺得現在男女 都是年輕人的工作也很難 要自己獨立租房子 或者養護自己也很難 何況還要照顧老人家 不過聽起來 Kendy絕對是一個好媽媽 好的女友 我覺得每個媽媽都會這樣做 不是只有我 我希望Kendy 你的感情生活 你的身體 謝謝 你的家 好似半身書一樣 越來越豐富 謝謝你 有上不同的項目 謝謝Kendy 你現在才說話 好 謝謝… 謝謝 最後的家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